N移动式结构 方案设计中 雷友会根据客户的出料规格要求和产量要求及现场情况来选择破碎方案 使方案达到最完善的效能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项目的制定矿山生产线 产量要求每天供需3000吨 且要求食料的地形好呈多角形地方体 扁平状含量应小于8% 而现场地形也比较特殊 开采作业面上具有两个梯形落差 第一个直线落差约有13米 第二个落差约为7米 两个落差之间的平台距离只有4米 经雷友公司的销售工程师和技术工程师现场考察之后 决定选用产能量最大化的PE2式破碎机 与两台反击式破碎机组合的两极式配置方案 且根据现场地形 两极破碎机之间采用溜槽式设计 省去一条皮带输送机 落差平台上摆放振动筛 为了便于回笼料的输缩 振动筛需放置在反击破的另一侧 而第二个落差将作为一个天然的大型储料仓 用挡墙来把各种成品料严格分开 而每种成品料只需用几组很短的皮带输送机输送即可 此种设计方案既满足了产量与成品料